中西人民廣誕的廣課 多謝各位來 今天中西人民廣誕的廣課 在129港 廣誕的廣課 葉達良先生 和我們分享一個講題 略說哲學中 與數學中的無窮 葉先生 讓我先講一個講題 我們來掌聲歡迎 各位朋友 歡迎抽出葉儀時間 來參加聚會一起做哲學 我們開始講一些個人的事 首先要表達協議 我英常學會做演講都接近兩個月前 我的題目大概心目中兩個禮拜前 或者一個半禮拜前左右 就慢慢完成 一個禮拜前通知學會 但兩個月前負責今晚的演講 到最近工作非常忙 說實話 我自己今晚準備不足 首先要抱歉 再做一個 剛才做了總決議題 第二點 關於我們今天講的內容 我看這個學會做演講都做了很多年 其實我們這個學會的活動 基本上標準式設計 就是講者講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台上台下活動 但這麼多年來我的演講 往往往都是用了兩個小時 甚至有兩個半小時三個小時很誇張 準備的內容其實就多於一個小時可以講養劑 也往往是深衣 深衣一個小時是一般熱儀哲學奧者 所能夠吸收的深度 今次演講的題目就是略說 本身已經講了略說 之後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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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國 我們一般現在的中文就會談到無限的 在這裏我考慮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從古希臘 青牛 英文是青牛的Paradoxes 一般中文文就背了 就是這個開始 它用了希臘文 就是APEIRN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一個路線的終點 一個跑道的終點 或者一個時程的終結 就是這個字的字面和基本意思 我再考慮一下中文裡面 我們有些選擇的 本來我在私下和朋友WhatsApp聯絡 我仍然無限的 後來就再考慮一下有窮這些字 有極等等等等 我發覺我這個中文書入法 在我們學會中文書入法裡面 我都不太懂得用 算是不用了 簡單回補一下 我參考過關注文老師的漢語多功能智夫 裡面考慮到窮、咸、極等這些字的意思 發覺其實最接近希臘文的Pairon 即是終結終點的意思是窮這個詞 窮這個詞就是穴子在那裡 以為它動月 動月進去就有個盡頭 終結 但我們的確在日常語言會習慣講無限多些 也許題目定得是學術性準確些 但我們現在演講主要是溝通為主 也許轉為無限 但準確的用無限 我估計今晚集中在哲學方面 數學先涉及,如果有時間的話涉及少少 在逐集會集中講十九二十世紀 在數學階,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數學如何處理無限 我自己就有一個很簡單的文件 怎知是將阿里斯多德在Physics這本書 我們重逐翻譯,重中分為物理學 阿里斯多德文理學裡有幾個篇章 論述 我們翻譯叫齊樂 齊樂的背論 有幾個篇章 我只是將原文輯出來 大家見到有些德文翻譯 也有些英文翻譯 找到若干篇章,起立連文 這裏就記錄了其中兩個配論 這就是我做的文件,現在可能會換少少 為了微服清晰起見,現在給大家看兩個網站 這個網上有名的史丹福大學 可以拉下去,大家看一看, 这里分了,大家看这些字, 看不看,其实是一细入, 但这个版面是挺奇怪, 左边这个部位就去不走, 如果去了左边的部位就大一点, 这个再放大一点, 放大这个部位,OK,可以,可以, 其实这个Channel是前苏格拉底的作家, 他是Permanentas的高足高徒, 他有本作品,但已散入了, 现在我们在哲学上有他的资料, 其实是透过后人去引文和引述, 当年那些学术没有后世现代, 即十七世纪以后, 那些出版,版权那些东西的严格, 往往引用和引述, 就没有什么区分, 即是没有什么好标准区分, 有些篇章也许是圣图本人的原话, 有些也许是只不过使用者自己的引述, 分不得很清楚, 当然是山山殊殊的, 这些都是猜猜的, 大家现在看这个Internet, 上面这个screen, 有主要的两组背论, 一组是关于众多, channel反驳有多, 多人是虚解的,反驳很多, 根据这个版本, Stanford大学, Stanford网上, 网上, 斯丹福, 哲学八国传书, 多的背论, 即是反驳多, 有三个, 跟着有一组背论, 反驳, Motion, 动, 可以不可以, 就列了四个, 跟着还有另外两个, 其他种类的paradox, 这裏列了九个出来, 我们无妨看另一个网上, 亦都可谓, 可谓是注目的, 刺客八国传书, 这就是刚才用了Internet, 之类的词,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我们看看这裏列出来的背论, 列出来跟又是不同, 这裏列了十个背论, 运动的背论有四个, 跟刚才那个版本一样, 众数、伏数多, 背论有四个, 比刚才那些多个, Other Paradox也是两个, 见到其实因为有个情况, 它连连保留低, 人们缘引, 有些说法有些不太清晰, 我们今晚,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研究齐乐的背论, 我们勾出这裏的十个, 九个背论里面, 有几个背论, 它的论述是用了无限的, 无限的, 我们就集中讲两个背论, 第一个背论里面, 使用了无限的, 跟着我们就讲到阿里斯多德, 如何去批评这两个背论, 这就算是我这个标题里面, 略说哲学中语, 数学中的无穷里面的哲学那部分, 主要是十九二十世纪的数学, 对无限的处理, 那部分似乎我们逐篇, 我们今天讲完齐乐的背论, 这两个背论, 我们选择哪两个背论呢? 我们选择齐乐去辨破运动的两个背论, 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个, 可以放大一点点, 这两个背论, 我们选择两个背论, 第一个背论是二分, 第二个背论就是, 阿里斯多的论述, 阿里斯多的论述,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也听过, 这个我们选择, 两个版本的背论里面也有, 这个也有, 阿里斯多的论迺, 那我们就用我整理出来, 我抄出来的原文, 我们看看第一个背论, 阿里斯多的论述, 在哪里呢? 现在我抄出来的, 这些是阿里斯多的论迺, 齐乐关于运动的论证有四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阿里斯多的论迺, 就是这么简单, 阿里斯多的复述, 复述也太简单, 齐乐说没有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 that which is moving, must reach to make point before, 耶, 即是运动的东西, 它从A运动到B, 可以吗? A是开始点, B是结束点, 它的运动, 它由A去到B, 就要先去到A和B中间, 行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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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B, 但C, 行为B, 又要先去一半, 我叫D, 可以吗? 一路无穷无尽无尽, 除了穷字, 限字,极字, 除了净字, 好, 好, 考虑过几个字, 意思是最接近, 黑南亚Peyron, 终点终结的意思是穷那时, 好, 但我可以用行, 习惯了, 这就是一个向前的存式, 可以吗? 有一个向后的存式, 就是怎样? 好, 亦都是, 要A走到B, 但如果A走到B, 我们先行一半先, A走到C先, 但如果A走到C, 是否又要先行一半先? 对不对? 现在反过头, 到大, 即是刚才向前推, 现在又叫D, 好吗? 你要先去D, A走到D先, 但你走到D, 又要先行一半, 对不对? 那一半叫E, 又要先行到E先, 但又无尽无尽, 可以吗? 其实大家在屏幕上看到 阿里斯多套这麽简单的话, 我们决定不了 向前版本,向后版本, 可以吗? 但参考了阿里斯多套其他文献, 阿里斯多套对英国论证的批评, 似乎是向前, 阿里斯多套将这个论证 理解为向前版本, 不过其实两个版本都可以的, 这个论证大家明白吗? 可以吗? 我们用它向前版本,好吗? 好,A要行到, 即是现在一个跑步者, 或者一个运动者, 一个运动东西, 实际上不是人, 东西都可以的, 他由A去到B, 可以了, 既然不需要用, 它向着平衡, 你安心听, 我给色罗里转才转, 好了, A要行到B, 但B要先行到C, 对不对? 假设行到C, 但C去行到B, 你先行到中间的D, 对不对? 你假设行到D, D走到B, 又要先行到中间的E, 对不对? 这个是否可以无穷无尽地切割的? 可以吗? 对不对? 齐乐威就是结论了, 结果不是其实是不可能, 东西不可能从A而运动到B, 我们是见到, 我们是感知到, 我们是知觉到, 世界里面都出现这些事况, 一些东西就从一点到另一点, 这个是虚假的, 但是大家一起, 或者我讲第二个背论吧, 第二个背论有趣点, 就是Arcades, 其实阿里斯多奥的原文, 只是讲Arcades, 那个龟有趣点, 摘后人家下去, 可以吗? 我们不知齐乐的原文有没有, Arcades就是希腊故事, 奥征希腊第一勇士, 也是希腊吓得最快的人, 这个版本就有趣点, 文体性重点, 现在是Arcades追龟, 可以了, 这次上,Arcades就在点A, 那只龟在点B, 对不对? 齐乐的论证就是这样的, 根据阿里斯多奥的幅述, Arcades要追龟, 它不是最小手才走到龟原来的位置, 对不对? 虽然Arcades比Arcades更快, 但是龟比Arcades更慢, 但是龟都是运动的, 当Arcades走到去, 或者跑到去龟的位置, 就是从A到B的位置, 那只龟原来在B的位置, 它是否向前移动了一些东西, 虽然短一些, 我叫它为C, 现在Arcades在B的点, 那只龟在C的点, 对不对? 虽然短了, 对不对? 本来AB是比BC长了, 现在BC是比AB短, 但的确是龟原来在Arcades前面, 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的论述方式又可以重复, Ar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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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Arcades, 不是Arcades, 以前也回到Arcades, 不要紧,Arcades, Arcades现在在B, 那是Y在C, Arcades, Arcades要追到你龟, 它是否首先要去到C的位置, 但龟是运动的, Arcades去到C的位置, 龟是否又向前移动了一些, 叫D, 现在的情况, Arcades在C点, 龟在D点, 对不对? 对不对? 只不过仍然是Arcades, 我发觉这个说法可以无尽下去, 对不对? 阿里士奥的幅述是channel下结论, 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背论, 大家字面上去不理解? 字面上去理解就行, 其实这两个背论, 阿里士多吉就说, 其实他性质一样, 后者就复杂点, 因为后者就说Arcades追着龟, 直龟都移动的, 对不对? 可以吗? 但是性质一样, 其实阿里士多佛, 我们换引了, 阿里士多佛他自己的第一, 这段是阿里士多佛复述的第二个运动的背论, 阿里士多佛说, this argument, this is the same argument as the dichotomy, the Achilles and the Tartus, 或者contra Achilles, 这个背论跟之前那个叫二分, 阿里士多佛复, 这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只不过有些是技术上的差别, 不如这样, 我希望多些活动, 否则大家会很快支持不了, 不如大家表达意见, 我用个简单版本, 我想我们今晚集中在简单版本, 就是二分法的版本, 对不对? 一个运动者, 他要从A运动到B, 但他首先去一半才是C, 假定去到一半, 但C去到B, 又要去一半才是D, 但你去到D, 但D去到B, 又要去一半, 去到E, E去到B, 去一半又去F, 又无存下去, 对不对, 青奴就下结, 另外由此可见, 就证明运动不可能, 大家先發佈意见, 是什么意思不可能, 他那个论证, 原文不在, 在这里, 我们只看了阿里斯多的复述, 阿里斯多的复述, 我们刚才引到一段很简单, 现在再highlight给大家看, 就是这句话, 可以吗? 阿里斯多在其他篇章里, 把他的意思说得更丰富一点点, 帮我复述了, 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什么理由, 论证我们怎样理解呢? 前面理解了, 但是可否准确一点说, 大家怎样理解是齐乐, 根据你所听到的, 阿里斯多得所复述的齐乐, 第一个运动配量, 就是宜芬, 他怎样证明运动波浪? 大家试试吧, 有些投入, 如果只听, 就很快失去了重威乐, 试试提出少许, 是什么意思, 或者理据的运动波浪? 首先, 这个论述是用了无限的观念,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到B, 我们先刺一半, 先刺到C, 当你是C, C去B又要刺一半, D, D去B又要刺一半, E, E去B又要刺一半, 但刺一半有没有中指? 有没有尽头? 它永远刺下去, 无人知是无穷, 即是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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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无穷那么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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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齐乐的论证, 我想它无讲得名, 或者它原文有没有讲得名, 我们不知道, 我们听到原文, 那里士多余的那幅述, 最少刚才我们这些字, 就不很清楚, 其实还有一些字, 就是它讲得清楚一点点, 对不对? 首先, 我们先试试一下, 什么意思, 齐乐再准确一点, 它是如何推论, 为何方可乐? 我理计在哪? 就是我们有无限数目的距离, 或者路段, 我们用路段, 有无限数目的路段, 对不对? OK, 然后有另一个版本是倒带法的, 即是向后的, 其实向后, 现在讲一讲一下, 就好像两个版本都OK, 阿里斯多佛好像向前的版本就搞, 我现在马上看阿里斯多佛的反驳就清楚一点, 阿里斯多佛是将我们理解成向前版本的, 我们都用向前版本的了解, 向前版本就搞定, 真的去了中间那点C, 但C怎去B呢? 又要去中间那点D先, OK? 但就… 不错, OK, 不错, 就这样理解了, 因为好像是陈诺的关键论, 就是在于, 我们现在这些有无限数目的距离, 每段距离, 每段路段, 每段路段, 我们说路段是否, 每段路段是有限就无限? 路段就… 路段有限就无限? 即是路段的长度, 长度是有限的, A去C有限, C去D有限, D去E有限, E和F都有限, 但现在似乎是路段, 每段路段距离有限, 但有多少道路段, 是有无限那麽多段路段, 似乎齐陆语, 他有个论证似乎是这样, 最合理的, 似乎是否有些更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知, 其实我们今晚作为业务, 例如我介绍一个相对合理的说法, 阿里斯多特都出了这个说法, 事实上总是有很多人说, 有不同纠色的, 好, 我用这个纠色, 我们一起下理据就在意, 你现在要做这件事, 你要跑无限段路, 虽然每一段都有限, 但是无限段路, 你怎跑? 你怎可以在有限时间, 跑到无限段路, 对不对? OK, 现在清楚了, 有无限段路, OK, 无限段路击, 或者路途, OK, 虽然每一段路途都有限, 但总共有无限段路, 我们怎可以在有限时间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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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我没有反驳, 大家听到每日, 阿里斯多都是人, 我们不需要尊敬, 但也不需要很摆神, 不管是阿里斯多也好, 哪个前辈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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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寫得很清楚前提1、前提2、前提3, 所以解析, 如果寫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很仔细地检讨, 前提1、2、3加上能否推论施结论, 并称每个分别检讨前提1是否真, 前提2是否真,前提3是否真, 但的确不是寫得很清楚, 是有团论上的, 我们尝试想想如何反驳, 又好像合理又好像不合理, 我们就有无限段路径, 无限,那怎会完成呢? 无限段路径就是无限切, 将一段有限的长度无限切, 还是如何无限切? 是吧, 没有限点切。 itu, 那的确是可以做的, 是吧, 无限的切就, 一般判斷一次,一半時間判斷一半 另一半時間判斷第二半 這個有限判斷我判斷一下 判斷十、一百、一千、一遍 判斷有限完 判斷無限判斷 判斷就不知何時都完 你認同Channel的論證 我知道論證是有效的 前大虛森結論未知前大全真 這個論述用無限無窮的觀念 我們剛才經過論述 我們暫且出用這個 在我們剛才論述裡顯得合理的說法 關鍵就是有無限段路徑走 怎可能走得完呢 雖然每一段都有限的長度 但無限段 好像這個論證有點奇怪 但真的要反迫它又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現在看看阿里斯特特的反迫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連續 英文可以回到continuous 希臘語文 我們不要為了糾纏技術細節 我們都用英文 continuous 連續 阿里斯特特其實在物理學裡 也有論述 我們今晚講的東西 只是在物理學裡 切了一小字出來 沒辦法每句話 都有充分的理據 阿里斯特特特特有反駁 剛才的背論 那是二分法 但要做一個鋪排 如果時間是連續的 則量是連續的 這一點我們估且認同 如果一个是unlimited, 即是时间和量, 跟刚才的辈论去了解为有限时间, 完成有限的距离, 距离的长度,我叫长度迷量, 例如A点到B点是十米, 时间用了十秒跑到十米, 我想我讲得过去角度大约很累, 不要讲得那么仔细,大刀复复一点, 如果时间连续,质量连续, 这些我们用同时, 这些是unlimited, 其实就是infinite的字, 我用分无限, 如果其中一个是无限, 则另一个是无限, 时间和量,两个都是连续, 互相对应,两个都是连续, 如果一个是无限, 如果一个在某个意思是无限, 另一个在某个意思是无限, 互相对军分两个意思是无限, 这个意思叫做infinite innit extremity, 即是东西在两端无限, 在两端无限, 这个东西你找不找到边界, 找不找到两端,找不找到, 这叫做在extremity无限,两端无限, 另一个叫做division, 在切割,在割分,在割分,在割分上无限, 所以说,如果时间在终端上无限, 即是没有开始没有中间, 那则量都是在终端上无限, 如果时间在切割上无限, 则量都是在切割上无限, 如果时间是无限,量都是无限的, 不会切到最小的时间单位, 如果时间是两者都无限, 既是没有中端上无限, 亦是在切割上无限, 那则量都是,这些都我们认同了, 然后我们看看Solot慢慢来看, 如何反驳,辨破贼入国律政策, 我们highlight这些句子, 又讲出为什么齐落国律政是错的, 这里讲得清楚齐落论词, 首先讲一次不再一次, 齐落会是这样讲的, 齐落会是这样讲的, 就是不可能去穿越, 我们不要说come into contact, 所以说太多东西讲得太多, 太多东西在我鼻鼻, 因为我们怎样讲的话跑步, 从A运动到B, 某人某东西从A运动到B运动, 我们讲traverse, 就是穿越家人, It is impossible to traverse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ings in a finite time, 这就是阿里萨整理出来的齐落论证, 我们也整理出来的那个, 我刚才介绍过或者论出过剪辞过的那些议题, 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做到无限数目的东西, 可以说,OK? 但阿里萨就讲了, 无论是一个长度, 或者是时间, 或者任何连续的东西, OK? 有很多东西是连续的, 除了时间之外, 除了长度之外有很多东西是连续的, 任何连续的东西如果是infinite是两个方式, 一个是连续的, 即是切角上无限, 国外角分长无限, 将无限角分, 另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 在它终端上, 即是它其实没有终端, 对不对? 你向这边找不到终端, 那叫无限, 这句话转台就come into contact, 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一下, 刚才跑步的例子, 你这个有个物体从A人, 或者是从A运动到B, 跑步就好了, 从A运动到B, 那叫人接触那条跑道, 我们看highlight之后, 它说, It is possible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ings infinite in quantity, in the finest time, but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with things which are infinite in division, 阿里塞尔现在对无限做了一个区分, 有两种方式无限, 一种就是割分上无限, 一种就是在终端上无限, 即是没有终端, 有阿里塞尔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方法, 你要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ings, Infinance in quantity, 所谓Infinance in quantity, 即是数量上无限, 其实古人讲话, 有时上下文, 你自己去体谈一下, 在终端上无限好像一个东西, 现在数量上无限就是很多东西, 无限的多东西, 其实这个讲法不是完全 连续中端上无限的意思, 但看上下文就当了是那个位置, 我们同时去理解, 在讲来讲就是这样,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就无办法做到无限的数目的东西, 我现在再开启这句, 前半句, 好了, 好, 那么大, 但是,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with things which are infinite in division, 阿里塞尔就说, 但是, 那些东西是割分上无限的话, 我们有可能这样做, 我们有可能做到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是割分上无限, 你在无限的设备, 但我们可能在有限时间做到它, 而阿里塞尔宣誓的时间就是在割分上无限, 所以这个东西穿越the infinite in an infinite, and not an infinite time, not a finite time, and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infinite things in infinite, and not finite time, 这是讲的数量上无限的, 但是, it is possible to traverse neither the infinite in finite time, nor the finite time, 我们讲的太技术性就不好了, 大家都很疲惫, 我想我的主要意思出来了, 阿里塞尔宣誓的反驳就是这样, 有两个意思的无限切割, 教齐洛先生, 你刚才的背论中的无限, 是中端上无限, 还是切割上无限? 切割上无限? 阿里塞尔宣誓, 中端上无限的话, 如果有无限的东西, 我们在有限前做不到, 但是切割上无限, 切割上无限, 切割上无限东西, 我们在有限前做了, 阿里塞尔宣就这样初步去辨破这个律政, 我们在一起见到阿里塞尔宣的变破, 有没有哪些位置可以有相確的问题? 变破了吗? 我以为未变破 OK, 在哪里? 不是变破, 反驳, 反驳, 反驳。 反驳 不然变破就是成立变破, 就是变破是一些文化古策文, 变破了这个运动, 所以现在阿里塞尔反驳论证, 有限時間可以做無限切割 正正剛才的意思 正正剛才芝樂無限切勢 可以做到 有限時間都可以做到 芝樂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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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incidence 這次就指示 阿里斯蒂說的是 It is impossible to come in the context with things infinite in quantity in infinite times 是否於數量上無限 有限時間想要做不到 只可切割無限 我們可以做到這事情的事。 阿里斯多圖的論證是人的思考很濕淘的聲音, 聽起來好像有些道理,但也好像有些問題, 但你真的要說出問題又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是循序前衷,從此入心, 首先要做一個斷定, It is possible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ings infinite in division in the final time, 其實這句話意思是這樣, 可能接觸到無限的事物, 但無限的意思是持久上無限, 那東西可以無限持久上, 我可以接觸到這東西,在有限時間接觸到它, 聽起來好像OK, 但問題是他有沒有論證這句話? 他有沒有提供論證?沒有的, 似乎阿里斯多圖認為這句話是自明, 我們仰觀天文苦策地理, 用我們的感官經驗去知國這個世界, 似乎阿里斯多圖認為這句話是自明, 對嗎? 好,我們現在有第一個反駁, 我們再看看這個反駁, 其實這個反駁不透駁, 阿里斯多圖認為不透駁, 我們再看第二個反駁, 我們先做個小片, 好,大家太疲憊了, 容許我找一找片章出來, 這個highlight是畫, 在另一個片章, 阿里斯多圖, 阿里斯多圖他宣稱, Dissolution, 即是剛才我介紹的那個, 剛才我介紹的那個, 阿里斯多德對齊樂的二分, 這個背論的第一個反駁, 這個解答, It sufficient to use against the one who raised the question, 阿里斯多圖已經足夠去針對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就剛才說的背論, 阿里斯多圖了解一個問題, He aske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traverse or count infinite things in infinite time, 所以其實阿里斯多圖的理解, 把問題理解成, 把邪落的背論的點理解成, 就是在有限時間裏面做無限多的事, 或者穿越無限多的事, 阿里斯多圖認為我剛才那個解答 已經足夠充分, 已經充分去針對人, 但是, 但是對於真相就充分, 我們看看怎樣說一下, 如果if someone asks, 這個應該是一個s的, 很理由的事, someone asks, oh sorry, sease it. If someone asks about the time itself, then the solution is no longer adequate, 阿里斯多圖這句話, 講得不太明白, 考慮上下文都不太明白清晰, 如果有人一切問時間自身, 这样的话刚刚的论证就不充分了, 但怎样问时间置身呢? 阿里士多德在英语界有一个选择, 是两个阿里士多德学者做出来的, 他们做了注释,可以看他的注释, 字很小, 这就是选择的编者他们的诠释, 阿里士多德问时间置身, 有些字小点我读出来, How can there be a finit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any two points of time, If any length of time contains infinitely many lengths of time, 如果任何的时间长度都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无限的时间长度, 可以切得到吗? 譬如从T1到T10, 十秒,T1到T10, 你可以随便切, 甚至不一定在中间切, 在哪里切都可以, 我们用刚才的例子在中间切好吗? 好,中间切到T1到T5, 我们用盗带版本, T1到T5又可以切, 你可以在T3切,T2切, 你终于在T2切, 切了之后,T1到T2又可以切, 在中间是T1.25, 好,如果任何时间长度都包含了无限多的时间长度, 我执,执是怎样呢? 执是这些事情是怎样可能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任何的两个时间点中间, 都有一个有限的长度, 可能开无限多的时间长度, 好,这就是刚才两组, 阿里斯多特的选择叫做 阿里斯多特的, Selected Reading, 他们两个编辑专家, 我们全身的话, 如果人问时间自身, 即刚才答案不完备, 我们看看阿里斯多特的, 怎样是当我们问时间自身的时候, 或者采用刚才用过的这两个美国学者, 应该是超级美国, 美国学者的诚释是否, 如何呢? 如果时间在无限之角, 这些事情怎样是能够的? 就是在两个时间点中间, 有一个有限的时间长度, 我们看看是这样的诚释, 阿里斯多特的这句话, If someone asks about the time itself, 即asking about the time itself, 是否意思呢? If we divided a continuous length into two halves, we treat the same point as two, 阿里斯多特的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连续的长度切一半, 中间是一点, 你用一点来切开两半的是不是? 行不行?行不行? 我们会试一, 那个single point是二, 此外何说? 因为这个point, 我们用一个例子, 比如A和B中间这条线, 我们现在不用讲跑道那条线, 我们现在是讲时间, 是两半的顺势就行不行, If you ask about the time itself, 或是他说的continuous length 其实不是一平时间, 不要紧, 因为我们可能会试试, 可以是timeline, 也可以是一个跑道长度等等, 没错误,行不行? 我们用A和B就表示, 一端是AB,一端是B, 中间切,中间是C, 阿拉松就说, 现在这是一个连续的长度, 我们将它切成两半, 2半, 我们是否中间有一点C, 我们叫做C, 阿拉松就说, 我们试这个single point C为2, 为何? 此外何说? 因为它是否一方面是A到C的终点? C是否一方面是A到C的终点? C是否一方面是C到B的起点? 对不对? 所以阿里斯多德的意思是 我们视C的终点C为2, OK? 两个字, If this is the way we divide, then neither a line or a motion will be continued with us. 阿里斯多德, 我们先讲这些意思, 再看到它的讲法合不合理, 阿里斯多德就这样说, 如果我们这样去切法, 可以吗? 这样的话, 这条线, 或者我们讲的运动也好, 东西从A运动到B可以, 我们在中间运动中间切断是C的, 不过我们讲这条线运动, 阿里斯多德, 如果我们这样切的话, 那条线运动会怎样? 就会不是连续的, 对不对? neither就是不, neither no应该出来, 太急了, 打英文打算, neither is mine, no, 即是一条线运动也不会是运续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边我们看这几个话, 问题是因为运续的运动, 我们先看第一句, 运续的运动是运动是一些东西去做运动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例如跑步, 跑步者在运动, 对不对? 或是石头在运动, 石头运动, 对不对? 现在阿里斯多德这句话说, 运续的运动一定有些东西去做, 既然运动运动是运续的, 反正那东西是运续的, 运续的运动一定是运续的东西去做, 接下来我们看and这里, and in something continuous, infinitely many halves are in this present, 在这些运续的东西里, 既然是运续的, 没有中断, 是否可以无限次的? 是否可以无限次的? 无限次的中间, 可以吗? 可以吗? 在一些运续的东西, 其实是无限次, 无限过一半都是present, 但是现在是重点, 阿里斯多德用了他的哲学, 算了很重要的一对飞君, 但他说, 真的有的话, 这个只是potential而有, 不是actual而有, 可以吗? 我稍微讲解一下, 但我先看看德文, 看看怎样写它, OK, 可以, 我已经看了德文版, present的字, 我们不需要说太重, 太强调的字, 有些误度, 我们说有也好, 包含也好, 可以了, 阿里斯多德说, 再说一次, 这个诚记说, 如果我们与以上的方式似的, 那条线内的运动就不会是连续的, 不会是连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连续的线内运动, 因为连续的运动, 一定是连续的东西做的, 那东西是连续的话, 它就会有无限的一半可以分出来, 但那个无限的一半可以分出来, 那个只是potential而包含分出来, 它不是actual而分出来, 这对阿里斯多德学, 连续上学, 最根本的术语, 我们一本中是分到前面, 以及实验的现实, 所谓actuality, 其实就令到它新一些, 即是be at work, 即是作工,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应该是严明的, 比如我, 我认识我的朋友, 有些会知道, 我懂得捉维棋, 真的吗? 知道吗? 我现在没有捉维棋呢? 现在没有, 没有, 但我是否有捉维棋呢? 对比一个不懂捉维棋的人, 知道吗? 我现在就叫做, 我就有下围棋的potentiality, 对不对? 我灵魂里面有potentiality, 但我现在有没有 actualize出来? 没有。 没有, 我们就用例子的说明, potentiality和actuality, 可以吗? 我举多例子也可以, 你知道我会讲德文, 但我现在有没有讲德文? 没有。 我灵魂里面有potentiality to speak German, 可以吗? 但我现在有没有actualize这个potentiality呢? 没有。 OK, 明白了, 这个actuality有更新的, 翻译的Josex, 翻译做being at work, 很全神, 可以翻译做作工, 但我们就采立这个actuality, 实现现实, 好, 一个潜能性, 即是能力, 一个就是作工, 即是可以实现, 所以说一个连续的东西, 一个连续的运动是连续的东西做的, 连续的东西可以无限地切到一半, 可以吗? 但这个所谓可以无限地切到一半, 它只不过potential是如此, 这些一半不是actual一半来的, 只是potential, they are potentially there, they are potentially there, they are not actually there, 即是它没有实现出来的, 可以吗? 如果我们produce them in actuality, if we produce them in actuality, we do not produce a continuous motion, but bring it to a halt. 即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它, 将这些东西切到一半, 都各个一半, 可以吗? A去到B, 就在中间C切, 可以吗? 可以吗? 即是当去到C切才赢, C在B, 可以吗? 又或者我们现在的倒弹版本,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将这些无限数目的一半, 将它produce them in actuality, 即是真的实行出来, 可以吗? 那我们还是否在连续运动呢? Arasoto就说, 我们是否在连续运动呢? 不是, 即是停的, 你其实有停顿, 可以吗? Arasoto下见了, so in replying to someone asking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traverse infinitely many things in time and in man, we say that in one way it is possible, and in another it is not. 我们终极地回答, 齐乐的背论就是我们会这样回答法, 但这里有点是上文下, 有点是否转座, 因为刚才这段话开始的时候, 就说我们已经是充分地回答了一些人的问题, 但对另一些问题, 我们刚才的答案不充分, 就要用这个方式回答, 似乎是另一个问题, 但如果这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in replying to someone asking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traverse infinitely many things in time or in length, 但这里就没得finding time 的字, 的确是好多一点, ok? we say that in one way it is possible, in another it is not. 我先用字面上去解详, 在一个方式之下就可能, 在另一个方式之下不可能, 那似乎何说呢? for if the infinitely many things are in actuality, it is not possible to traverse them, 即是如果那些所谓无限地多的事物, 即是在实行、实现了, 即是不可能去触碰它们, but if they are in potentiality, it is possible, 但如果它们只是在潜能上可以无限地, 是无限地多的事物, 它没有实行、实现出来, 那就可能了,ok? 看完最后这两句, Though someone in continuous motion has traversed infinitely many things coincidentally, but it is not simply, for the line is coincidentally, infinitely many hearts, but its actions and being are different. 再引入了我们论述的, 我们已经见到终点终结了, 最后讲解这一点, 虽然再引一对阿里索的术语, 就叫做coincidentally, 和simply等等, 譬如我说, 小提琴加拉。 小提琴加之为小提琴加, 就即是拉小提琴? 那我们也叫做小提琴加玩小提琴先行, 현재的是彈钢吉, 我们现在看到the小提琴加在彈钢吉 但是他是不是作为一个小提琴加, 去�'t钢吉? 他作为一个业余钢琴,爱好者谭钢琴, 我们说小提琴加谭钢琴就要用这个副词, 叫做coincidentally, 我估计翻译做偶合的, 小提琴加玩小提琴, 我们叫做simply, 或者更为通讯英文化, 叫做without qualification, 我们不需要qualify, 小提琴加是一个什么人, 就是玩小提琴的人, 他玩小提琴 simply, 就是without qualification, 小提琴加谭钢琴, 这个就叫做coincidentally, 即是偶合的, 他是小提琴加, 现在就是偶合地去玩过。 我们说明了这个区分之后, 最后阿罗斯多佛这段论词, someone in continuous motion, 一个人连续运动, 例如我们刚才的情况, A走到B, 或者A从A跑到B, 可以了, 在路段场, 一个人从A点运动到B点, 可以了, 跑步或者行路, 它曾经穿越了无限的东西, 但是这个穿越只是coincidentally, 它不是真的先途穿越,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团线, 这团直线, 你说它有无限那麽多一半, 这个只是偶合地, 它的accent, 它的being, 不是有环利盘, 我们字幕上, 看了阿罗斯多佛的论证, 又是, 人们思考到这麽失徒的东西, 很有趣, 听上去好像有个动力, 但也好像有些问题, 但你好像将它的问题讲出来, 它论述哪有问题, 好像不容易讲到, 或者大家试试, 阿罗斯多佛的论述, 我先看这个论述本身, 有哪有些问题呢? 将潜能和实现, 将能力和作工, 用在现在我们讨论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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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之可能东西是连续的, 你觉得这个适不适当呢? 连续的东西就可以无限自觉连续, 如果一个东西就不可以无限自觉, 例如有十个苹果, 分一分,分了五个五个, 但五个又再分, 分两个三个, 那两个再分, 分一个一个, 那就没有一次了, 再持续出来, 半个苹果不是苹果, 连续的东西就无限自觉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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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潛能和实现,你觉得意识清楚吗? 还是这里可以吗? 我用一个例子,我讲足围棋, 或者讲德语好像很清楚, 我有足围棋的potentiality, 但我都没有实现出来,很清楚, 我有说德语的potentiality, 但我都没有实现出来,很清楚, 但现在用在连续东西, 连续东西可以不断切, 有无限的段, 苏罗说这只是潛能上的, 你说有也好,这只是潛能上有, 不是现实上有, 在这情况,只用潛能和实现的对区分, 意思是否很清楚呢? 第一个, 是不是都可以有少少尝试的质疑? 最少跟我讲的, 说德语和夏维棋有些差别, 说德语和夏维棋都很清楚, 在那情况是潛能头实现, 但在这情况是否想清楚呢? 其实可以有少少质疑, 另外也在那情况下, 它没有证明, 好像是断言, 可以断言, 我们最后看看它, 再 highlight 它第二个反驳最关键的语词, 我们是怎样回答那些人呢? 我们就这样回答, 发表会save, 就是这样讲的, 在另一个方式是不可能的, 如果切割的东西无限多的东西是实现上无限, 那不可能就穿越它们, 不可能穿越它们, 但如果是那些无限多的东西, 只不过潜能上可能, 潜能上是有的话, 我们可能穿越它们, 但这里也只是一个断言, 我们看这句文字, 看不到的论词, 可以吗? 这个是自明的东西, 是我们两观天文苦策地理, 我们的感官经验, 是我们自明是这句坏证, 这也有问题, 当然还有进一步就是, 听听听之后, 这个反驳和第一个反驳好像是否差不多, 它们是否反驳不同的东西, 还是反驳同一个东西用两个方式呢? 第一个反驳,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已经讲完, 但我们再讲多一点点, 不是讲新进来, 是刚才的点讲, 讲多深入一点点, 清楚一点点, 我们还可以见到这两个反驳, 我们到达看看第一个反驳, 第一个反驳就是, 无限的意思, 一个就是在终结上无限, 没有终结, 但是上下文讲一讲一讲, 其实是奇怪的, 变成无限的东西, 应该每个都有重点, 相对的意思, 换言之是数量做无限, 一个就是在切角上无限, 第一个反驳就是这样的, 数量上无限的东西, 我们的确不能在有限时间做, 但在切角上无限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有限时间做, 这个就是反驳其乐的二分论证, 第二个反驳是否都是反驳同国论证, 从后文似乎不是, 我们看这句话, the solution is sufficient to use against the one who raised the question, the one who raised the question, 似乎就是齐乐的第一个, 就是齐乐的二分论证, it is impossible, for he aske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traverse or count infinite things in the finest time, 在一个有限时间做无限的东西, 但是这句解答是insufficient for the truth, 如果这个人问时间自身, 就是insufficient, 所以他提供第二个反驳, 似乎是行文第一个反驳是反驳一种港派, 第二个反驳是反驳另一种港派, 不是两个反驳都反驳, 是一种港派, 现在似乎阿里斯多奥理解齐乐的第一个论证 是符合第一个讲法, 就是在有限时间做无限的东西, 阿里斯多奥理用的方式就是用刚才的方式, 就是区分两种意识无限, 一种是切割上无限, 一种是在数量上无限, 如果是数量上无限, 我们的确不能在有限时间做数量上无限的东西, 但如果是切割上无限, 我们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做切割上无限的东西, 这似乎跟后文比较, 就是有限时间和时间, 我们再厚文, 后文我们再讲一次, 现在要厚文, 所以我们做结论, 我们回答一个人, 一个人问这个问题, 是否能够穿越无限的东西, in time, 这里没有了find it那字, in time, 在时间上穿越无限的东西, 不论是否有限时间, 究竟这里和第一个论证, 第一个反驳是反驳某一种言论, 第二个反驳是另一个言论, 似乎是, 但是一种言论和另一种言论, 和另一种言论的关键和差别, 又不是很清楚, 其实都有些问题值得检讨, 我想我作为一个对业余之后, 好像已经讲了, 我想今晚我们就讲到这里, 至少我们都有些知识上的得着, 解释了齐乐的两个反驳混龙的论证, 这两个论证里面都使用了无侷, 或者翻译做无限的观念和概念, 两个论证的性质基本上要解答得一样, 阿里斯多特亦对如斯川青, 我们集中介绍阿里斯多特对第一个论证的反驳, 有两个反驳, 总结论阿里斯多特这两个反驳, 我们简单总结, 阿里斯多特区分两种意识的无限, 一个是数量无限, 一个是赤角尚无限, 阿里斯多特专称, 我们的国不可能在有限时间, 做数量无限的事情, 但我们却是可能在有限时间, 做切角上无限的事情。 第二个是区分了潜伦的无限数量和实行的无限数量, 现在A到B中间可以在C此截, C到B中间可以在D此截, D到B中间可以在E此截, E到B中间F截, 现在就是说数量上无限, 所以阿里斯多特区两个反驳不同, 现在是说数量上无限, 纳罗斯来说法, 数量上无限都有两个方式, 一种就是实行了出来, 一种只是潜能, 现在实行了出来数量上无限, 可能是在时间上穿着它, 我们在时间上做到它, 但如果是潜能上无限数量, 但只在潜能上, 它没有散出来的, 可能有, 这就是阿里斯多特本席, 也许我们的确要再学习, 阿里斯多特这个作品, Fisic其他篇章, 就会用其他篇章, 它有论述, 就在这两个反驳里面的正面论述, 它有论述, 有去证明, 这两个反驳里面的断言, 多谢大家的参与, 大家的合日, 今晚到此为止, 好,嗯,